李鵬說 中紹和房子登記在中期李金蓮名下 行政農委會應該說清楚 中紹和跟李金蓮究竟是不是農民 不好意思 這不是農民嗎 應該不是 是嗎 其實 鳳姨 202000年一月農發條例修改以後 非農民可以買農地 就自然人就可以了 對 只是你要農地要農用 但是這麼多年來 說實在 這個政府從來沒有人落實農地農用 不然我們怎麼看到這麼多什麼所謂的集村農舍 有很多台北好人最近宜蘭的農舍共差到 價值很高的 那裡是農民 所以我覺得 中紹和這個有沒有一切合法 我不知道 因為蘇家權是經過賓東 政府鑑定過了 說面積沒有超過 中紹和這個單名在高雄市政府鑑定過才知道 可是我對他的面積是有一點點疑問 因為 中紹和我覺得你應該知道一句話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1336評 對 2000控信尼8月23號 蘋果日報做了一大篇 中紹和 當時 2000控信尼8月23號 當時他說 中紹和作用2800坪花園 哎唷 2800坪是一家 差不多一家 2800坪 為什麼現在剩下1300多坪 少叫1500坪 喔 是不是 兄弟分家產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部分我覺得他要解釋 對 啊 種什麼柱子 他自己有說喔 都種超過100年的 什麼樹蘭啦 鐵手啦 還有七棟啦 這裡都超過100年的啦 這還有什麼 一項一項說好嗎 來 樹蘭 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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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檔 龍伯 玉蘭 說都超過100年 而且重點是 都是移民來的 移民 原地不是在那裡 是外面來的 是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 是要來的 還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 李慶安曾經帶他兒子去看過 參觀過鍾紹和的這個房子 李慶安的兒子有一個形容詞 他說 感覺像圓外 什麼 圓外 圓圍啦 圓圍住什麼房子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看完這個照片 我同意總統講 我覺得蘇家全房子真的該猜 建設 你做過部長 做過農委會主委 要選副總統的人去那間打樹 真的建設 做過兩天的館廳 真的很建設 真的好聽到 社會觀感不佳 這是在裡面 大家看一下 這都是蘋果日報的照片 現在有沒有不一樣 我不清楚 但是當年拍的是這樣 肚子是補充外 充外應該沒有這麼多的吧 超賣 甲山在哪裡 大家注意看 後面這個白白 稍微白白的有沒有 這個就是甲山 哪裡 後面這個稍微白白的 一片白白的 一片白白的有沒有 像我旁邊有一片白白的 才有 那就是甲山 那白白怎麼可能是甲山 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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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步道在這裡 漂亮嗎 這像不像普羅旺斯 那是農路吧 沒有 不是啦 這步道 這才是農路 路這麼多 這替我滷過 旁邊那兩張是香蕉嗎 不知道 他說這個九頭衣 中少爺告訴他 這叫情人椅 就是說他跟他太太走路 累了 可以在那裡休息一下 做產 累了 我不知道做產 這太大了 繞一繞會累 這也是 大家看這有漂亮嗎 有良庭 有漂亮嗎 良庭 這草地 而且 你說那個什麼 那是不是刺童 還是那個什麼 我不知道 這我外行說實在 一百年 你說這 鐵球在那裡 大塊大塊 大塊大塊 旁邊這個 這個是鐵球 對 都是鐵球 所以這一張多少錢 可能有專家知道 我是不知道 他說這個草地 固定有專人整理 你做農民嘛 農民說會請人來專人整理草地 一個月有七萬塊而已 應該是不會 一個月有七萬塊 對啊 不然你賣購 這個 這蝴蝶子可能裡面是龍膽石斑 沒有 我不知道說這蝴蝶子 這是蝴蝶子 這是蝴蝶子 他說是水池 裡面有飼龍膽石斑 或是飼麻 或是飼什麼 我不知道 或是飼大雜蟹我不知道 好 這個 抱歉觀眾朋友 這隻蝶子 不是雞蝶 這是鳥 是蝶子 這裡面飼什麼你知道嗎 飼五隻五色鳥 五隻 五隻 五隻五隻 五隻五色鳥 這不是雞蝶 這不是雞蝶 這張玉蘭灰 說已經發課 有時候八樓 你像他拿很長的這個跡 這蝶子就是玉蘭灰 這玉蘭灰很漂亮 有在務農 但是 照農委會 你都拿玉蘭灰去賣 照農委會標準是這樣 你蝶下來之後 你會拿去青陽町那個樓口 車停下來你會拿去賣 這個才叫做經濟作物 那中委員的太太也辛苦 也很辛苦 所以你看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中委員的太太 兩夫妻在這邊嘛 頭前這應該不是菜 這應該是火 我不知道這個火是可以吃不可以吃 說實在我也沒有了解 但是他看起來不像農作物 現在兩個在收割 要看他賣 可能要看他市場賣 你用花博 這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大家看這個商品 你這張的後面是什麼背景 這張後面的背景應該是 那是他的糧亭 休息的糧亭 應該是他休息的糧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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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都是蘋果 那這樣不像 台台有像農民 我看起來是不像 因為我沒有看過 皮膚 不是說農民怎麼可以申請 農民怎麼可以申請 說實在 我經常看到農民 這兩個條件嘛 農民怎麼可以申請 而且農用嘛 我是不是看過皮膚這麼白 皮膚這麼有的農民 可能有照顧比較好 不一定啦 所以這裡的商品 觀眾朋友看完 因為這是農車 是一般我們說的農車 還是都是莊園 就是像一個古堡那種莊園 這些照片 都是蘋果日報 當年的記者拍的 現在裡面 也許明天去看到 裡面跟這個不一樣 因為 也許房子拆掉改建 或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2004年 就是這種規模 而且當中有2,800平 大家記得 現在我們村1,300平 我認為這個東西 我覺得中少和委員 你要出來好好解釋一下 那這個社會觀感好不好 還是國民黨 會不會明天有人 叫中少和跟他太太離婚 因為社會觀感不佳 還是說你立委賣算 社會觀感不佳 叫馬英九要重新提名 我覺得那是國民黨的事情了 是 我看中少和委員 應該宣布